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2056集 林宇倒也不气恼 直接将鞭子握在手里 灵巧地躲过了前面砸来的两条鞭子 接着手腕一抖 手里的鞭子十分精准地朝前一扫而出 随着两声惨叫 两名身材魁梧的壮汉 立马从雪橇上被抽了下来 快把他们拉起来 其他人赶紧一把将地上的同伴拽起来 挂在自己的雪橇车上 大哥 那小子不不见了 这是一名汉子惊讶的大喊 他们刚才回头去拉了自己的同伴 结果一回头 发现地上林宇竟然不见了 我靠 那小子哪儿去了 人哪怎么突然就没了 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大叫着 他们在雪雾中搜寻着林宇的身影 虽然雪雾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他们的视线 但是他们站在雪橇上视线要好得多 而且速度要快得多 每次移动时都可以精准地找到林宇的位置 但是现在林宇竟然突然间消失在了他们的跟前 要知道他们几个人穿插得十分紧密 林宇根本不可能从他们中间冲出去 所以现在林宇莫名其妙不见了 他们一时间大为惊诈 他不明所以 红脸汉子急声也急忙转头朝着他们所围起来的空地上看了过去 发现了雪雾中确实已经没了林宇的身影 不由得脸色大变 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啊 其中一名汉子惊叫一声 他往外围区域看了一眼 也没有找到林宇的身影 你觉得呢 这个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正是林宇 这名汉子身子猛地一颤 急转头 迎面便是一个大巴掌已经狠狠地拍在他脸上 这名汉子未来的急做出任何的反应 便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 在他落地的刹那 一辆雪橇车飞快地朝着他冲了过来 几条雪橇犬见状顿时低吼一声纷纷跃起 从这名汉子的身上跳过去 小心 拉着雪橇的汉子 见要撵到自己的同伴 顿时脸色大变 身子一偏 脚下猛然生力 生生将着雪橇一侧先离了地 直接改变了雪橇划情的方向 堪堪避过了他躺在地上的那名同伴 雪橇上的汉子顿时长出口气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时候 此时一条鞭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卷了过来 狠狠地扫在了他的肩头上 一股刺痛感传了过来 紧接着他整个人也被巨大的力道给掀翻了下去 滚落在地上 而就在他滚落在地的那个刹那 他一回头一瞥 发现将他击打下来的正是林语 他面色大惊 鸡声说道 小心 这小子也架是这一架雪橇 原来方才林语用皮鞭 将他两名同伴从雪橇上甩下去之后 自己反倒爬上了其中另外一辆雪橇 伪装成了他们的同伴 跟着红脸汉子他们一起在雪地上穿梭滑行 因为林语先前便仔细观察过红脸汉子等人的滑行线路 所以上了雪橇之后 倒也能勉强跟上到红脸汉子等人的节奏 没有暴露 红脸汉子等人 闻声神色大变 怪不得他们找不到这小子竟然混在他们之中 他们急忙转头私下扫尸 但是林语早已经一头扎入雪雾当中 低着头躲避着红脸汉子等人的滑行视线 在你后面 在你右后方 在你前面 红脸汉子等人一边寻找着林语的身影 一边大声地叫着 不过因为林语驾驶雪橇滑行速度非常快 所以他的位置一直在改变 直角的红脸汉子等人兵荒马乱 哼 好一个精明的小贼啊 红脸汉子冷笑一声 接着手插到嘴里 响亮地吹了一声呼哨 刹那间 所有的雪橇圈瞬间降低了速度 接着逗然间停下 林语所在的雪橇也随之停下 红脸汉子等人的目光也皆都望向他 他朗声一笑 接着再次吹声口哨 同时手中鞭子朝着林语的头扫了过来 其他四名还站在雪橇上的汉子 立马也跟着 甩鞭砸响林语 林语早有防备一个翻身 跳到了雪橇下面 但是让林语没有想到的是 数十只雪橇犬在听到口哨声之后 立马呲牙咧嘴地狂吠朝他扑过来 林语脸色一变 看着数十只凶悍无比的雪橇犬 心头不由一颤 二话没说 转身就往山林上跑 红脸汉子等人再次发出了 先前那种奇怪的叫嚷声 驱赶着雪橇犬 飞快地朝着林语追上来 我靠 这有点太无耻了吧 竟然放狗咬宗主 角木娇沉着脸运怒道 炕金龙和百人图等人 抿着唇没说话 虽然他们同样有些生气 但是看着林语被一群狗追得 满山遍野狂奔的景象 他们竟莫名其妙地 感觉了一丝喜感 林语自己也是哭笑不得 他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被这么多狗追着啃 他心中不由暗骂的红脸汉子无耻 交手之前根本就没有说过 他连狗也要跟着对付 对他而言 如果单纯是对付这几十条狗 并不算难事 单纯对付红脸汉子等五人 也同样不算什么难事 但是如果同时对付这几十条狗 和红脸汉子等人 那就困难了 尤其是他心中侧疑 还无法对这些雪橇犬痛下杀手 眼看着即将冲过前面的山岭 林语突然灵机一动 再冲到山岭上的那个刹那 他突然猛的一个回身 同时手腕一抖 手里立马扬起了一阵黄色的烟雾 洋洋洒洒 顺着风势刮向了红脸汉子等人 小心 红脸汉子见状神色一变 急声提醒着同伴们接着把口鼻一捂 其他几个人也赶紧捂住口鼻 不过十几条狂奔的雪橇犬 却是无法躲避这股烟雾 他们吸入烟雾之后 一群雪橇犬立马脚步一顿 速度大减 接着不停地打起喷嚏来 一时间都忘记了奔跑 坐在地上 一下一下地用力地打着喷嚏 红脸汉子等人见状脸色大变 冲一众雪橇犬喊道 但是一众雪橇犬喷嚏一直打个不停 眼泪和鼻涕也一个劲地流淌 根本无法恢复狂奔 林雨健壮这才停下脚步喘息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猜到了这些狗 会对他随身携带的这些药粉过敏 果然走笑了 也多亏了这疾风风雪 否则的话起笑也不至于这么快 兔崽子 你对我的狗做了什么呀 红脸汉子大为震怒 他转过头厉声地冲林雨骂道 大哥 来了他 敢动我的狗 我拔了你的皮 其他的几名汉子也颇为恼怒地大吼大叫 那母样恨不得要将林雨给撕了 放心吧 吃药粉没有毒 他们不过是过敏罢了 一会儿就好 怎么了几位老兄 没狗帮忙 你们怕打不过我吗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